才被救出真的是奇迹 不过有专家也点出 这存活的关键也跟低温有关 我们要请教国际组的记者彭慧云 专家的分析是如何呢 好 我们先来带大家掌握到 是在土耳其的强震发生之后 已经超过10天了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 现场还是不断传出说 有户受困的民众获救的好消息 那么有一名是70多岁的老妇人 她是受困了212个小时之后 获救的 那么地点呢 就是在镇央加基安台湖省这一边 另外还有一对是母子三元 是受困了228个小时获救 而且被救出来的时候 这个妈妈呢 还明明蒙蒙地为搜救队员说 今天是几号了 那我们知道呢 这一场大地震是发生在 2月6号的凌晨4点多的时候 所以你算一算到现在 已经是超过10天了 那为什么到了这么多天后 还会有生还者 可以奇迹的获救呢 那么CN的医疗专家就分析了 这其实和低温也有关 因为我们一般的观念里面 是认为说如果是低温的话 可能这些受困的人 在瓦砾堆里面 他们没有足够的保暖衣物 很有可能是受冻冻死的 但是专家也表示说 这个低温其实可以减少 这个人体的水分散失 也就是说会降低脱水的几率 那可能也变向了成为 让这些灾民生还的关键 不过现在呢 在现场是很多国家的搜救队 已经陆陆续续回到 他们自己的国内 但是现场的搜救行动呢 还是持续在进行当中 目前为止还没有全面放弃的 主播 好 我们镜头再转回亚洲这边 我们可以看到 在现在解封之后 出国的人很多 而且周遭的人 首要的目的地就是往日本冲 不过根据统计 日本在1月 是有150万的外国游客造访 台湾游客的排名却只在第二 所以引起大家好奇 哪一个国家 是比台湾更喜欢去日本的呢 继续请教慧云 好 不知道各位观众朋友 是不是和我一样 都可以突出去一条 身边的亲朋好友 都是轮流去日本 那可以看到呢 根据日本那边的统计 他们在1月份的时候 就迎来了将近150万名的 外国游客 那么台湾这么多人去日本 但是还只排在第二名而已哦 因为排第一名的是南韩 南韩的数量呢 是有56万 有5200人 有这么多人 都是1月份到日本去玩的 那么台湾的游客呢 也有将近26万人左右 那么其他呢 还有像是香港 美国 泰国 这些都是有很多的游客 前往日本的国家 那么根据日本的统计呢 其实他们从去年的12月开始 就已经缓慢看到游客的复苏了 那么外国的游客呢 在去年12月的时候 约437万人 那可以看到 今年1月的时候 已经又成长了 10万多人 到了150万 接近150万人 那也可以预期呢 接下来又是一些櫻花季啊 等等的旅游旺季 所以日本想必是还会迎来 更多各国的观光人潮 原来南韩比台湾人 更喜欢到日本 谢谢惠云 今天带我们分析最新的情势 好 我们持续要来关注的是 最近因为中国大陆的 间谍气球事件 全世界都闹得沸沸扬扬 不过最新也疑似出现了 俄罗斯版的不迷飞行物 罗马尼亚周二发现之后 马上派出米格21战机升空侦察 身为北约东面的第一道防线 罗马尼亚空军举如心中 F-16先进战斗机升空 捍卫领空战战兢兢 然而根据路透社报道 本周二罗马尼亚东南方空中 1万1000公尺发现不明物体 两架米格21 10分钟之内就升空 但是找了30分钟 就是没找到无功而返 然而就在同一天 不明物体也陷送 摩尔多瓦跟乌克兰边境 考量天候不佳 摩尔多瓦还一度关闭领空 以侧安全 难道罗斯现在也有样学样 放间谍气球吗 日前美军派战机升空 击落气球 驾驶舱的通话记录曝了光 不过白宫现在也没料到 这回入侵的换成俄罗斯 北美防空司令部周二 在阿拉斯加上空发现 土95轰炸机 以及苏凯35战斗机总共四架 美军击派F-16升空拦截 赶走不速之客 专家就怀疑中俄两国 明显是在里应外合 就连日本回溯过往资料 这才惊觉2019年以来 中国气球早就入侵领空 多达三次 现在各国无不提高警觉 不愿再被恶邻居 亲门踏户 Tubation总部导 好 刚刚看完报导 一就要持续聚焦在气球上 今天跟我们视讯对谈的是 国研院军事战略 暨产业所长苏紫云 所长好 苏博好 大家好 所长最近间谍气球 变成了国际间的焦点 根据外媒报导 俄罗斯也有派出气球 来干扰乌克兰 但我们知道 气球的监设的设备 一定是比卫星还要更差 所以我们也好奇说 为什么普京要派气球呢 他是不是有背后的盘算 好 一轮我们可以知道 现在气球果然就是说 全世界都在瞩目 因为它变成像是一个 恶意告白的一个工具 等于是说像其他国家 传递的一个可能威胁的讯号 第二个目前在乌克兰战场上面 出现了气球 照乌克兰空军的一个说法 它是带有这所谓的脚反射器 因为我们知道就像刚才新闻所说 F-16的飞行员上去 就修轮湖在拦截 这个不明飞行物的时候 他们只称这个气球的这个 就是体积很小 几乎按照看不到 可能要藉由特殊的这个侦测器材 它可以加以瞄准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知道 就是在目前乌克兰东部的战线部分 比如说乌克兰他们公布的 这个所谓的地涅博 匹德罗夫斯州这里有一个情况 也就是俄国借由这个无人机 UAV搭配气球变成一个小的编组 那么就会让这个乌克兰的防空系统 就陷于比较困难的去判断 它到底是无人机还是气球 因为两者的飞行速度 是可以相互组合搭配的 有些无人机可以在空中悬停 他的飞行的动作也就像是气球一样 这就迫使乌克兰 他得采取相对应的行动 第三个其实目前看起来 就是在乌克兰这些气球威胁性不大 他不像在就是美国上空 发现这大型气球 或者在日本的青森或工程线 发现的这种大型气球 都是一样的构型 就是下面还有太阳能板 所以在乌克兰战场 目前的发现跟标定 还有极弱这些俄国气球 它很可能就传统的气象气球 尺寸是比较小的 很特别的 它是带有所谓的角发射器 意思就是说 正规的军用气球 为了不让敌人发现 它会尽可能想要隐藏自己 反过来看 俄国发射的这些小型气球 它带有一个金属 做成一个三角形的金属板 意思就是我要让你的雷达看得到 看得到可能就可以让你的雷达 就是防控系统 就是会造成这个判断上的困扰 第二个也就是会让乌克兰 就是采取最坏的一个打算 也就是不知道这气球 是不是到底有带有小型的爆裂物 或者是说它有什么 就是禽兽的器材 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动用防空火力 把它击落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可以说俄国的确是反过来运用 把这个气球当成消耗对手的一个 就是辅助的工具了 确实现在在别人领空的气球 都是恶意告白的状态 而只是面对俄罗斯可能在春天 又有另一波的攻击 乌克兰现在最希望欧美军援战机 但各国一直迟迟没有决定 不过在今天英国的国防部长 也讲出一个癥结点 他说要驾驶欧美先进的战机 需要长期的训练 也要专业后勤补给 所以我们要继续请教所长的是 如果是这样 那乌克兰现在要战机的目的又是如何 是 伊伦我们可以这样讲 就是乌克兰他现在需要战机 一个是可能政治上的一个需求 也就是希望西方的同盟国 可以对他展开这一个 就是进一步的军援 那第二个当然是在春季之后 这个反攻的需求 那如果乌克兰可以获得 这个新式的主力战机 他在滞空作战 就会有更大的所谓的运动战略的一个灵活性 也就是他除了西方援助的爱国者飞弹之外 他的主力战机就可以快速的补填 各个防空区域所需要的作战能量 那第二个如同我们之前在节目中有分析过 就是初步评估 当时初步评估就是 英国真的会提供战机的几率是比较小的 原因在于英国自己的台风战机数量 只有160架 那他对乌克兰提供各式军援的情况之下 英国内部也有出现一些声让 就是英国自己可能就是军备都已经不够了 那可能英国还要再去就是重新思考 是否重启一些生产线等等的情况 那第二个就如同英国防卫大臣 华勒斯所说的的确就是一架战机 他可以飞上天空应战 并不是只有一架战机或一个飞官而已 就是还需要有庞大的后勤队伍 就包括地勤人员 也就是地面的工程师 包括机物电路等等的 这些就是资源能力 所以他用F1赛车 一级方程式赛车来比喻 我觉得是非常浅白而且易懂的 这也是我们常说就是空战初英雄 从地勤一半工的主要原因 第三个就是机种转换 也就是乌克兰虽然有合格的飞行员 但是他们在从二系的战机米格29 或者是苏27系列 要转成西方国家的战机 这可能是要超乎600小时以上的飞行时数 才可以有效转换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的确像华勒斯所说的 目前提供给乌克兰战机 可能是缓不济急 但是北约就是说同步进行 先帮他训练飞行员 等未来就是说 这个西方的战机 数量可能比较足够的时候 看战情的状况 再转给乌克兰去使用 最后我们可以讲就是说 这都是整个战略跟资源的组合 因为你要有这个用兵的思维 你还是要有造兵的思考 就可以让你的造兵的能量 就是才可以满足这个用兵的思维 这一次的事件 其实对英国来讲 也是历史上另外一种重复 因为我们记得在1940年 当时的丘吉尔面对纳粹 轟炸机大局入侵 他也急着打月亮电话 给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 就是说赶快给我这个战机 让我来进行英国的防空吧 可是英国 美国总统罗斯福当时 也是有很多外交上的困难 所以他在交付给英国 这些战机的时候 中间很多的这个就是插曲 就是靠英国当时 用很多方法才去克服 这都凸显出国防自主的重要性 其实也是乌克兰他这次 向外国就是争取军援 然后在面对这些外交上的一个 就是困境的时候 值得我们去思考 国防自主的重要性的 好 看看乌克兰再想想台湾 国防自主的重要性 真的相当的关键 谢谢所长带我们分析 乌克兰的最新情势 谢谢 好 稍后回来要来看到 台湾要撇行人地狱 行人过马路驾驶就停车领让 但却遭到警车的鸣敌 另外朋友欠百万不还 男子倒车撞铁卷门 但事后才知道 朋友早就搬走了 更多的焦点稍后回来 欢迎光临新知沙龙